如果是說最大的差異 應該就是可以在教室做自己吧 像可能就換衣服就直接脫啊 然後吃飯就可以吃得很醜 然後不用太顧形象之類的 有時候會在教室直接換衣服之類的 做事可以比較大啦啦一點 女生會有一個很奇妙的現象 就是會很想學姐 會很崇拜學姐 然後男生比較還好 但是會很多人一直說 很想要叫男朋友 最深刻 沒有男生 可是只要想就是 因為有時候早上很早起來 然後就是很醜的時候沒有男生的話 不用在乎形象 我們都會在班上脫裙子 因為早上我們就是會生起 一定要穿裙子 然後穿皮鞋 然後就是 不想穿裙子 然後就直接在班上把裙子脫掉 會幫忙擋 會互相幫忙擋 因為我們班中女生 所以就是比較吵 然後很ㄎㄧㄤ 然後就八卦很容易就知道 因為大家都船很快 我覺得 呃 我們武裝有點無聊欸 就是沒有那個高中的那種活潑感 男生就 很臭啊 我們會定外食 然後有一次我們定雞排 被教官放到冰箱 然後我們晚讀結束之後 拿出來雞排就變冰了 就是可以在班上直接借衛生棉吧 就直接用喊 就是大家都這樣 班上我們可以直接換衣服 沒有男生 沒有辦法談戀愛啊 我要哭囉 就感情都很好吧 就是女生 就大家相信 就滿團結的 啊就沒有男生 所以 那你只會有女生跟女生 為什麼需要男生 男生加油好嗎 高中的會有點困難 可能是太久沒有接觸到男生 現在會 但是以前就是會覺得有點 可能有點距離的感覺 因為班上有男生 所以就 相處過後就 護理系就是醫療的 所以我就是有時候 可能看到一些比較 血腥的東西 我們不會害怕 就是會比較興奮什麼之類的 就是喔那種頭破血流 那種畫面 你就覺得喔很棒 可麗很讚 我們會把窗簾拉起來 直接在裡面換衣服 呃就是女校 然後就是會 很多女生都一起玩 大家感情都很好 可是會有一些女生 就是變得 原本很女生 然後後來就變成 就剪短頭髮剪中性 然後變成去喜歡女生這樣 就滿多朋友的事 知道喔 因為我看到女校 以前滿多同學 後來都就是變剪短頭髮 比較自在 因為都是女生啊 然後你上課 睡覺可能會被偷拍 可是也沒有關係 比較不用注重情想 啊 通常班上一定會有 一個人訂外賣 然後大家桌上都是飲料 每天 大家都一起團購 一吃幾杯這樣 可以非常的做自己啊 你就可以把家裡的樣子 帶在學校這樣 因為也沒有異性 所以就算你 今天想脫衣服啊 換衣服或什麼的 或是你穿裙子很熱 就直接 可是我覺得比較好 因為有些 我自己是覺得說 童年年齡的男生嘛 都比較幼稚 就會讓你看到的時候 你就會有事嗎那樣 但你帶女校就不太會有這種狀況 我本身身為 我是雙性戀啦 所以我對女生也是 蠻可以的 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 喔是不是人生中 沒有練過 女校這件事有點可惜 因為出社會就不可能說 就是你不會說職場只有女生 這樣子 他們就有說 就是很自在啊 就是整個 其實感情都很好很好 然後也會 就是直接在班上問說 這衛生棉快點 就是 然後班上脫裙子啊 就是換衣服都沒關係 他們覺得比較自在 對 就是覺得也不用 也不會被 被綁住吧 因為男生可能就是會 多少也會 就是會覺得自己 好像有在一倍外貌比較 聽過就是 女校會比 就是混校還要再更豐益 就是沒有到 有那麼計較形象啊什麼的